搞妇为救庆都 身受重伤 在生命摧违之际 跟庆都说 师妹 我不行了 离死之前 我有一事相求 哥哥 您说 什么事 我都答应 搞妇说 你找到放寻之后 希望你能 能帮我把儿子 搞妇养育成人 我的好哥哥 你放心 我会把搞妇 视如己出 他就是我的儿子 那我就放心了 搞妇用尽最后的力气 抬眼看着庆都的脸 我多想永远这样的 抱着你啊 这种感觉 真好 话音未落 搞妇脑袋一片 带着满足的微笑 去世了 庆都抱着师哥 嚎啕大哭啊 他和搞妇 自有青梅竹马 搞妇对自己 是一片痴情 只要自己有难了 有危险了 第一个冲上去的 一定是搞妇 他把自己的生命 看得比他的生命 还要珍贵 但是自己把搞妇 作为亲哥哥看待 脸儿一生 有缘无分 后来自己嫁给帝库 更加绝了搞妇的念想 搞妇 为什么跟三鸭结合呀 也是对爱情心灰意冷 找不到最爱的 随便找一个得了 但这种爱 一直深深埋在心里 他用身体挡住了 致命一剑 救了我庆都 却牺牲了自己 此时庆都 肝肠寸断 康肖说话了 别哭了 谁没个死啊 死的就死了 故咱们活人吧 不然咱们也得死在这里咯 一句话点醒 梦中人 是啊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 身边还有几个人 另外放寻还没救出来了 哭有什么用 清都忍着悲痛 把搞妇的尸体 放在一边 擦擦眼泪 这才注意到 那个陌生人 要不是人家 刚才出手相救 我们全死了 急忙上前道谢 多谢恩公 出手相救 那个人忙着说 娘娘 折杀小人了 其实说起来 你才是我的恩公 啊 庆都看看他 你是 这个人伸手 把遮面的青纱摘下来 庆都看清了 这个人二十多岁 见眉虎目 鼻指口阔 留着小八字胡 又塞有一小块 鲜红鲜红的胎记 是你 谁呀 这位就是当年在 博都城郊 截杀自己的杀手首领 在几个月前 博都瘟疫大爆发 这位身染重病 是自己给治好的 而且没有追究他以往的罪行 把他放走了 没想到今天再次相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人说 哎 造孽呀 你的儿子 是我母亲偷到 幽州的 我母亲 为什么这么做 现在 还不能说 不过 康海 又是我 把他偷着 送到你的大营的 原来 我想你们双方 能够以子换子 没想到 事情这么复杂 落到今天 这个地步 啊 康修一听气的 直喘啊 你 你把我孩子偷走了 哎 我这么做 也是有人叫我做的 这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 不过 你不用生气 我要不把他偷走 恐怕他早晚会死在 土星 象瑶手上 清都问 你是谁 哎 娘娘甭问了 原来是你的敌人 现在是你 报恩的朋友 我只能说 过去受人指使 走错了路 现在 幡然悔改 那么谁指 是你那么做的 要刺杀我母子呢 娘娘 恕我不能说 那毕竟是我的主人 我可以帮娘娘 但不可以出卖主人 嗯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 那人一直脸上的红记 你就称我红记吧 好 清都来到康肖进前 康肖 这什么地方啊 我们怎么出去啊 康肖一边咳嗽 一边介绍这个地方 原来康肖这个人呢 是个多疑的人 他做的坏事太多 杀的人也太多 他怕别人报复 于是早些年就暗中找了 本家的一些能工巧匠 在他睡榻之下 挖了这么个地洞 安上了休闲机关 开启机关的 就是那个青铜灯展 只要逆时这一拧 睡榻下边的地板会自动打开 整个睡榻就会坠落 下边早就铺好厚厚的柴草 保证能够软着陆 而上边的地板被机关控制 会迅速合拢 再拧灯展能拧开不 拧不开了 人家程序就这么定的 因为打开一次 中间的萧黄就卡住锁死了 再想启动 在地洞的底下有萧嫌 从底下开启 康肖这么做 为的是危机时候使用 做好之后 康肖杀死了所有施工人员 所以这个机关除了他 没有任何人知道 那位说了 在那个年代能做这样的自动化机关 哎 您哪 还真别那么较劲 古代人有很多技术 是我们现代人达不到的 举个例子 古墓出土一把宝剑 光芒多目 焦铁如泥 结果一拿出来 没多久生锈了 你说古人怎么个防锈技术 抗氧化技术 那金字塔怎么搭起来的 为什么在里头的东西可以减缓腐败 这些技术 我们现在都不清楚 这也一样 共工部本来就是以擅长治水 温明天下 什么开钩 挖渠 打动绝井 这些地下工程 他们的士族战役 这个地洞 估计是个开河小机关 不费事 地洞可以通向外边 如果遇到危险 康潇就可以借此脱身 青都明白了 康潇啊 既然有地洞 你为何不早离开呢 康潇苦笑着 我离得了吗 身染重病 卧床不起 他们早把我软禁了 与外界隔绝 就留一个老奴扶持我 我带着他往哪跑啊 出洞不远就有兵丁 老奴根本不是 他们的对手 只有死路一条 今天不同了 你们武艺高强 可以杀出去 青都 你今天到来 是为了寻找你的孩子 青都点头 那你为什么先到我这呢 后裔说 嗯 他好像知道 今天晚上要发什么事 青都说没错 昨天洪记把康海 偷到我的大营 我发现 康海中毒了 啊 康潇苦大吃一惊 我的儿子怎么样了 你放心 我已经给他吃了解毒药 他这个毒啊 不是一天两天浮下去的 是慢性中毒 所以 想要给他解毒 也得需要一些时间 不过现在 他不能说话 哦 这一定是该死的土星干的好事 我也这么认为 因为我小时候曾经中过 土星的毒 而导致不能说话 当时我就想 这是不是 土星给他下毒 我又觉得不可能 康海是你的毒生爱子 你对他爱如珍宝 土星怎么敢对 康海下毒呢 唯一的解释 就是土星对你 康潇 起了反心 你没有能力控制他们 再联想 这两次出城的 不是你 是向瑶和土星 我就感觉 你们公公内部 出了变化 今天下午 我带着康海 去见土星 想用康海 换回我的儿子 放熏 但是 土星向瑶 看着康海 一点都不关心 视康海的生命 为戒槽 立刻拒绝 以子欢子 这就更让我怀疑 他们作为你属下 为什么这样 康海看着土星 十分恐惧 我问孩子 对你下毒的 是不是那个毒眼巫师 他颤抖身子 点点头 我就知道 幽州城内出事了 他们给康海 下慢性毒药的目的 是控制康海 等你康潇死后 立康海为组长会 比较顺利 能得到其他长老的认可 但康海已经中了慢性毒 很快就会病死 作为摄政大将军向瑶 便会自然成为继位 第一人选 今天他们发现 康海居然在我的手里 开始吃惊 后来将计就计 想激怒我杀掉 康海 我想 今天恐怕城里要出事 所以才夜叹 幽州 果然 今天晚间 向瑶和土星 要杀你 他们想 把杀你的罪证 强加在 我的身上 挑起各部落的战争 刚才我在店外 听到的一切 证实了 我猜的是对的 康潇说 庆都 你厉害 唉 非常人可比呀 自打我得病之后 向瑶土星 渐渐地控制了 我的行动 把我软禁宫中 假传我的命令 一时还没有得到 众位长老的支持 他不敢贸然下手 我明知道 他们的阴谋 但重病缠身 无可奈何 没想到 反叛我的 竟是 这几十年的亲信 救出我来的 居然是被我 灭族的仇敌 哎呀 真是荒唐 可笑 侯爷说 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了 现在怎么出去啊 怎么走啊 康潇说 出去的路 只有我知道 不过庆都 咱们做个交易如何 交易 对 我告诉你们 出去的通道 让你去救你的孩子 你们帮我去搬兵求救 除掉 向遥和土星 搬兵 我上哪搬兵啊 这个简单 你们不太了解 我们共工内部的情况 我们祖先为了防止某些人 兵权太大 把共工兵权一分为二 一部分叫禁军 用来守卫成都和水深宫的安全 平常由大将军直接掌管 另一部分叫千牛军 主要用来对外作战 平时由共工首老掌管 共工除了组长之外 权力最大的还有五位长老 他们主要负责刑律 用兵 士族管理 立法祭祀 水火掌管等等 五长老之首 被称作首老 现在的首老是我的堂弟 叫康芳 对我忠心耿耿 但他一向反对我用兵征战 故此对我不满 土星投靠以后 得到我的信赖被封为大巫师 逐渐冷落了康芳 但是康芳手下有兵权 现在向遥虽然有谋反之心 但没有神福调不出千牛军 凭借禁军 很难能够战胜千牛军 他们一直按地准备 一时训练队伍一方面 想要我共攻神福 好调千牛军 庆都说我明白了 方才那两人就向你要神福 不错 当我发现他们小小多年的时候 我把神福藏起来了 只有我和老奴知道 哦 你今天把他杀了 是怕他说出来 不错 后裔说你真够狠的 人家对你那么好 你说杀就杀 唉 我这是为他好啊 我不杀他 他落到向遥土星手里 他会生 不如死啊 当然 现在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神福藏处 庆都 只要拿着神福 再带着我一封旨意 就可以说服康芳 调动千牛军 前来救我 康肖 庆都乐了 你是我杀亲灭族的仇人 你就不怕我拿走你的 共攻神福不搬兵救你吗 康肖 都乐了 你兴都要是那样人呢 就不会医治我的儿子 你是个心善的人 是心怀天下之人 就算我看走眼了 你不搬兵救我 嗨 大不了 我就是一死而已 反正我都这样了 早死晚死 有什么区别呀 只可惜那向遥土星 免不了把我的死 栽赃在你的头上 北方必将再次陷入战火 我喜欢战火 可我不喜欢我的仇人 从战火中得力 我想你是不喜欢战火的 对吗 所以你必须帮我 这是洪记说话了 共攻不 也只是别人的一枚棋子 共攻乱了 就会有人浑水摸鱼 那样对华夏更不利了 哦 清都转脸看看呢 你的意思 你的主人就是那个人 洪记低头不言语了 清都也没追问 转脸问康肖 这个交易 倒不是不能做 不过 我要加条件 啊 好好 你说 我帮你平定了共攻内论 我希望你承诺 共攻归顺华夏 永不复返 呃 这个条件 怎么 这个条件 你得答应 你死以后 共攻组长之位 可能落在你儿子 康海之手 他年纪又小 能够安定 共攻内部就不错了 你不希望这个时候 华夏国前来讨伐 康肖啊 你一生作恶多端 杀人灭族无数 难道说临死 也不给自己儿子 留一条生路吗 我想 你不会这么杀 所以你必须答应 这两人好 都共强硬的 二人四目相望 看了半天 康肖突然笑了 好 好 呵呵呵呵呵 我答应 那 我也答应 空口无凭 急掌为正 清都 哈下腰 在康肖身处 无力的掌心上 轻轻 啪啪啪 拍了三下 就算达成协议 康肖 跟后裔说 小子 过来 干啥 康肖把自己的衣裙 一撩 清都 赶紧把脸 偏过去了 怎么 古人是不穿裤子的 更没有内裤 上衣 下长 长就跟短裙 差不多 一撩起来 下边 全露出来了 后裔一看 你干嘛 一气 再看康肖指了指 左大腿根 后裔借着灯光仔细看 在他大腿根上 有深深一道伤疤 小子 用你手里的剑 把这块 划开 啊 你有病吧 什么有病啊 共工神符 就在肉里 大家听了 都吓一跳啊 什么 神符在肉里 对 康肖说 当我发现土星向遥 有土毛不轨的倾向 就防范他们 搜查我的神符 于是我就拿刀划破了大腿 把神符塞进腿中 让老奴谎称 我那天出去晒太阳 摔倒在篱笆上 被篱笆划破了 因为当时 向遥土星 并不知道我对他们产生怀疑 所以也没有怀疑我的伤口 经过调养伤口掌食 土星向遥 做梦都没想到 他们在我身上搜查 数遍神符就藏在我的肉里了 清都心的话 这康肖真够狠的 不仅对别人狠 对自己也够狠的 幸亏老天不给他个好身子 这要是很健康的话 还真是华夏的祸 怎么办 开刀吧 后裔手快用宝剑 词就给一下了 疼得康肖一抖 忍着点 后裔伸手一摸 里边果然硬邦邦的 使劲一抠 疼得康肖惨叫一声啊 扑 一块玉智圆排取了出来 清都赶紧摸出止血止痛药 让后裔给他上上 然后撕下康肖一块衣服 要给他包扎 康肖说先不用 他用手站着自己的鲜血 在这块衣绳上 给他堂帝康芳 写了一封血书 意思就是 送书信的是自己人 我现在被反贼 向遥土星软禁 他们领招进军要造反 你赶紧调动千牛军 前来平叛救我 写完了 交给清都 你快去搬兵吧 洪记在旁边说话了 三妃娘娘 你不能去搬兵 你的儿子放寻非常危险 当才土星向遥 知道我们进城了 而且没把我们抓住 他们一定要报复 所以我们得赶快解救 放凶 好